嗨,大家好,我是晶晶 我是安明 今天我們想分享一個主題叫做 如果沒有來台灣 那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事情 真的是如果沒有來台灣 真的不想像是它會怎麼發生出來 對,我們很多影片也是分享給大家 小時候都很喜歡看台灣的偶像劇嘛 然後看到男主角就很帥 就像周遊民 然後一直想說 趕快長大 然後我來台灣之後會不會遇到他 然後還有台灣的珍珠奶茶很有名嘛 多麼希望可以到本國這邊 喝台灣這邊的珍珠奶茶 其實我們那時候應該是在國中 台灣的偶像劇就非常的紅 就是只要聽過台灣珍珠奶茶就非常的喜歡 然後2014年台灣就有101的大樓嘛 就是世界最高的大樓 那我們也是很想是有一次可以到台灣這裡看 真的是如果沒有來台灣的話 這些事情就是在我們的小之後 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珍珍 如果我沒有來台灣我當然不會遇到明哥 在我的心目中也不是太誇他還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也是明哥也是一名帥哥 然後我也是賺到了 然後來到台灣可以學中文 然後體驗過很多台灣這邊的經驗 然後還遇到我的人生最幸福的明哥 那也就是謝謝台灣 台灣就是讓我們兩個可以找到我們的另一半 如果真的沒有來台灣應該是沒有辦法看得到精心 我是覺得說因為台灣的土地是比較小嘛 然後我們都是在台北地區 我們的相處的一個空間也是既然會變比較小 那如果在越南的話 我們完全沒有一個共同的空間 共同點 因為當時他是在越南 他是考跟旅遊有關係的大學 但是我是考醫護人員的 所以如果真的是考上的話 我們也完全不會有機會碰到這個 所以在這邊也是感謝台灣 當我來了台灣之後 然後賺到了明哥 然後遇到了他 是我的幸福 我的幸運 再來就是如果沒有來台灣的話 我們兩個可能就沒有辦法體驗到 我們媽媽請進來台灣 跟我們講的那些事情 因為其實我媽媽跟靜靜的媽媽都有來台灣過 然後都有在台灣這裡工作 我小時候媽媽就離開我們家 然後來台灣這裡工作 是為了要賺錢 為了要養我們上學 那來台灣之後 他可能每次打電話回去 都跟我們說 哦這裡的台灣人是怎麼樣 這裡的生活怎樣怎樣 教育是怎樣 然後交通是怎麼樣 他都有跟我們講 在我們的小時候 頭腦裡面已經有一個 哦台灣就是這樣的 但是有時候他也是跟我們說 其實他也蠻像我們 因為其實那時候小時候 還沒有像在科技這麼發達 可以用VLO CALL 然後我們可以互相看得到 對這樣 那那時候只能用電話 那電話的話 媽媽只能去外面 只用公共電話 買一張卡 然後打電話回去 解沒了 就是電話就突然掛掉 或者是寫信 寫信的話 我們大概需要等大概一個月到45天 我們才會收到 然後也是感受到媽媽媽的辛苦 媽媽一個人在這裡 所以他也是蠻孤單的 那現在媽媽已經回去 那剩下我跟金金在這裡 還好我們是有兩個 那如果真的是一個的話 那就是 畢竟就是去外面工作嘛 所以非常的想家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小時候 家裡自己也還沒有電話 像阿民剛說 要接電話的話就是要跑 就我們整個村 最多頂多就有一兩家 是比較親戚比較好一點 會有那種就是 室內的電話 然後媽媽先打回去告訴他們 他們就是跑去我們家 就約大概是什麼時候就過去嘛 我還記得的很深刻 因為我在國二的時候 媽媽就來台灣 那我們從小 我跟弟弟就是媽媽跟爸爸的照顧 不會超過了一個禮拜 所以當時有連續三個月 媽媽就是一個禮拜 或是兩個禮拜打回去一次 每一次都一直哭 然後當時還小嘛 所以還不知道搭人的哭 搭人的難過是有多難過 像小朋友既然餓了肚子就會哭 但是媽媽的那種哭就是痛苦的哭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來台灣之後 感受到說搭人的孤獨真的有多痛苦 因為為了家庭 所以去犧牲自己 那時候那麼小就沒有媽媽的照顧 但是我們還有爸爸 還有我們的爺爺奶奶啊 親戚阿姨舅舅 他們都很疼愛我們 所以我們不會感覺到那種 像媽媽一個人就遠方出去外面 這樣子的工作 我們來了台灣之後 我們就感受到那個 所以每一年我們一整年都不會放 然後我們就是累積在那邊 然後過年可以回去跟家裡團圓 如果真的沒有來台灣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 就是我們會學會自己養自己 自己努力 像我們年輕人如果在越南的話 一般像我們高中畢業之後 考上大學可能就會離開家裡 然後去河內 胡志明市或是大城市那邊上課 到現在的話還是會有一種 就是父母會養小孩 可能每個月父母會給一筆錢 然後這個是要付學費 這個要付生活費 然後剩下的話你可以自己存之類的 他們可以去打工可以賺錢 可是打工賺錢也沒有多少 所以大部分還是父母養 那來台灣了這個事情就不一樣 那不可能父母每個月都會親錢過來養你 那你長大了 你也是會覺得說 我已經可以自己賺錢 為什麼還要依靠我的父母 所以來台灣之後 我們都會學會是自立自己 如果真的沒有來台灣這邊的話 我們就不會那麼早 就去獨立 不會那麼年輕輕 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真的是體驗到了 一個離家背景的來台灣工作 是有多麼大的壓力 讓我們自己會成長 如果自己在家裡 你生病了 爸爸媽媽會照顧 但是你來台灣之後 我們真的要學會不能生病 要照顧好自己 因為你生病 你沒辦法工作 A few moments later 那以上我們剛分享的那些 就是我們如果真的沒有來台灣的話 那些事情一定就不會發生了 我們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我們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我們會喜歡的這邊 我們會發生了 我們將會談 會連結會 每一次都是進去 我們的影片到這裡結束